大臣教理都常说 清净心中 一法不虑 不能有一法 有一法就忍悟了 有一法就迷了 那么又说 清净心中 一法不虑 不虑什么有啊 不虑应有尽有 那是什么 那是信的 应有尽有那些法 不是你 有意无意放在心上的 不是 心是空的 一法不虑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 就一法不虑 一法不虑呢 是本自清净 他第一句说什么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一法不虑 为什么一法不虑呢 他能生万法 那如果 如果他要是 写 通通都写了 他就不能生万法 所以从信德上讲 一法不虑 从修德上说 一法不虑 信修不耳 信修也如 这是不思义的境界 就是前面所说的 不可说法 这是四十真相 这些话 如果听不懂 反复去念 反复地去想 就像禅宗参禅 把它当个话头 时时刻刻提起来 不要找答案 提出这个疑问 时间久了 心清静了 就豁然开悟 就明白了 到了 全部随便 和 Happiness 看 如果你 刀 您 我 阪 保持